欸 怎麼沒一起跳 Yo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最好生忙的是我的體能訓練師Droom 嗨 大家辛苦了好嗎 前陣子太多人私訊我的粉絲專頁 想詢問一下到底哪一支振動槍是比較推薦給他們使用 所以今天我特別去跟廠商借了 這四支振動槍 那我今天就要來做一個實測 那我在盲測的過程中 會體驗這四支振動槍帶給我的感受 那就要麻煩我的體能訓練師Droom 來好好幫我打一番啦 那待會我們為了公平起見呢 我們會在四支按摩槍都使用圓形的槍頭 來做一個盲測的感覺 所以待會我們就交給Grooba 除了我們在街頭的地方使用圓形之外 我們會讓四支的槍呢 用一樣的振動頻率40Hz來進行 40Hz就是一秒有40個振動 好 我們先開始 現在應該是第一個 第一把槍 症動頻率應該都是40Hz 但是它的深度其實是 感覺起來是比較淺一點點的 那它的震動都幾乎只有在你打到點的周圍會有感覺 所以這是第一個槍的感覺 然後它的聲音其實是蠻小的 不會到很大聲 舒服度的話我覺得 它只有在槍的周圍會比較有感覺而已 好 第二把 OK 現在是第二個按摩槍 那這個按摩槍感覺起來 相較於剛剛那個來說 聲音蠻小的 按摩起來的感覺其實 它給的力道啊 各方面來說 感覺都是比較緩和一點 不會說 以下就想要把你打爆那種感覺 然後聲音一樣是蠻安靜的 很小聲 好 接下來是第三把槍 哇 這感覺 跟剛剛很明顯有差距喔 這槍的感覺起來 它震動的位置是 稍微的比較廣一些了 它的 震動槍的周圍啊 其實都很明顯的感受到 周圍肌肉有在震動放鬆的感覺 震動來說 比剛剛前面兩支都還深沉很多 但相對來講 它的聲音其實也大聲很多 但如果以放鬆程度 舒服感來講 我會覺得這支的 按摩感覺會 比前面兩支還好一點點 它的舒服程度來說 它是比較廣的 按起來是蠻有感覺的 接下來是第四支 第四支的感覺其實跟上一支 感覺差別沒有這麼大 一樣都是屬於 按下去的地方是 周圍感覺很明顯的 都是我感覺勝過前面兩支 但它的 放鬆的感覺呢 它的力量是比較死的 都是直接打進去很深沉 舒服度來說 我覺得第三支好像贏過第四支一點 然後它 第四支的感覺是比較 真的硬碰硬那種感覺 但是雖然是這樣 它的 按摩槍的那個點的周圍 其實也是都有 火扇有放鬆的感覺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也還不錯 聲音算偏大 好 舒服體驗完了 接下來我會按照我心目中的排序 把它1到4名排測出來 那再依照Drew這邊給我的答案 來看一下到底我想的跟 實際上到底有落差嗎 好 那我就來進入到盲選階段 剛剛我自己心目中其實有一點點排序了 那我覺得最舒服最舒服的應該是 第三順位打的那一把槍是我自己感覺 在打的時候是比較舒服的 不管是它的正幅或是它擴散的頻率 我會覺得第三個順位的應該是最舒服的 所以就請Drew來幫我公佈一下 第三順位的到底是哪一把槍嗎 它第三支用的呢 所以這一個樣的Line 屁啦 戴著人 OK 這支它主要一體成型 然後只有一個頻率 所以就開 然後就開始走 然後它只有一個40Hz的頻率 然後一體成型 直接是插電 所以這是最方便的一個機型 也是這幾支裡面體積最小的 OK 就是我剛感覺起來 它就是比較 針對哪一種呢 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在 可能它的肌肉量沒有到很大 所以它的四支可能比較細啊 它可能不太適合 真的是很強烈那種打擊的話 但是它的正度擴散度也是各方面都很夠的 我個人覺得這個還蠻舒服的 OK 然後我的心目中第二名就是 最後一個打的 第四順位 因為第四順位來說 它跟這個第三順位比起來 它的感覺程度會是更硬碰硬的感覺 它的力量其實傳導的是比較 更深層 然後也會更明顯有感 但是相對來說如果 我的肌肉量比較少 我可能會突然覺得 是不是這強度好像有點太強了 所以我才把它排成第二順位 那就請主要公平 Gill me 第四支的是Theragon的G3 Pro 那因為它其實有兩個頻率 29和40 為了公平我們選擇一樣的頻率來做 所以當時你會覺得好像力道有點太強 那它其實有比較頻率比較低的這一段 聲音也稍微小 但是29Hz的時候 這個是40Hz 差很多 OK 那這支的優勢 就是除了兩個頻率 如果你怕噪音的話 或是怕力道太強 可以選擇低頻的這一段 然後呢 它是有兩個 替換式的電池可以做使用 然後在頭的部分呢 它可以調整 有四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按摩自己的話 有比較多的角度可以使用 所以我剛剛覺得它太硬狂硬是不是 因為它相較姿勢來講 一樣是40Hz 但它的扭力比較大 所以它的馬達稍微強一點 對 那如果以Thera球技師 要比較低一點的頻率 其實打起來就能夠穩很多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點 是因為我們剛剛打的地方是小腿 它的機會量其實是屬於比較少 所以相對來講 可能感受度來說 它就會感覺是比較強 那大腿或是其他屁股腰的地方 才能就往前中的 是的 OK 然後我心目中的第三名 應該是 應該是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嗎 第一個嗎 第一個呢 是電盤 那 它的優勢是它的頻率有六種選擇 所以它是第三 它是 我覺得它比較舒服的第一個 這是第一隻嗎 對 第一隻是它沒有說 我以為是Hyperboy 沒想到是這個 OK 那它的優勢當然是 它的頻率的段數最多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 肌肉比較敏感的話 它會比較適合你 它從最慢的 很弱 肌膚的聲音 第二段 第三 然後四 五 剛才的四十二十呢 是它的第五段 所以如果你比較敏感的話 它可以比較適合你 它的適合的人 我覺得它就是比較 相較於這兩隻 對它剛來說 它的力道是比較溫和的 所以它的感受度是沒有打到很強烈打進去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的舒服程度來說 其實它是 我自己覺得它是蠻適合那種很怕痛很怕癢的那種人 因為有時候可能強度太強 反而會有些人會有點抵抗 那我覺得這個就還蠻不錯的選擇 所以剩最後一隻了 所以剩最後一隻了 Hyperfold Hyperfold的優勢就是安靜 所以在第一段的時候 30Hz 第二段我們剛剛使用的 它真的相較來說應該是四隻最安靜 因為剛剛的40Hz其實挺身大聲 好 最後面 一個53 稍微才跟其他的槍有點比較 所以如果你在家裡使用 怕吵鬧的人的話 它會是你最後的選擇 但我覺得Hyperfold 我剛剛的體驗來說 它其實是感覺 相較於其他來說 它是比較淺誠的按摩 就是以前打Hyperfold 可能會覺得 真的很舒服 因為Drupal我就是雙槍俠 它是兩邊同層進來 所以我的感受度其實是 還蠻明顯會有放鬆的感覺 但今天就是沒有比較 沒有那個失望 今天比較之後就發現 哇靠 它其實好像也不是說 真的到時候舒服 應該是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沒有傷害 然後這個強烈的速度 就是太陽了 對對對 所以我今天有點跌破眼睛 我又不然以為Hyperfold 因為以前一直都是用Hyperfold幫我放鬆 我就想說在我心目中排序 它應該 應該是蠻前面的啊 每天到今天實測完 有點讓我跌破眼睛 那經過剛舒服程度的排序之後呢 在第二階段就是要 依照它的價位還有CP值 來排序它比較適合哪樣的人做使用啊 那我們就從最便宜的開始好了 剛這裡面當中 最便宜的竟然是我感覺 舒服程度是第三名的 這個Elius 那我們就請Drup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它比較適合哪一種定位的人 或是選手運動員來做使用嗎 OK 當然買東西最重要的就是CP值 所以如果你對這樣的產品不是最熟悉 你只是剛入門的話 當然價錢追平也有錢上了 那當然它的馬達的力道沒有那麼強 所以不會那麼刺激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任何人剛開始的話 它可以是你的選擇 OK 那第二個價位的呢 就是這個小隻的這隻 OK Theragone Live 那當然它的力道呢 明顯的是比Elius電慢來得強 所以如果你是稍微有運動的族群 然後你感受到肌肉是有疲勞 而且這個肌肉疲勞的緊繃 會影響到你的動作和日常生活的話 強一點的馬達或許是你的需要的一個選項 是 那它一體成型 插了電就可以走 不用替換太多的零件的部分 所以它比較方便也比較好攜帶 所以會滿推薦給 而且相較起來它是最小隻的 是 它的體型是最小隻的 所以如果放在包括裡面的話 它是最方便的 那它的配置裡面 它會有一個小的夾電袋可以收納 所以非常方便 那接下來 教位第三名的就是Hypervole OK Hypervole應該是目前大家認識 震動按摩槍裡面最熟的一個 因為它過去的印象是最強烈的 那它的優勢當然是安靜 所以如果你要在家裡晚上 偷偷用 沒有 你不用偷偷用 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其他的可能要偷偷用 所以如果你追求是安靜 還有它的造型應該是 稍微炫一點 跟某家的吹風機有點像 OK 那你可以選擇它 當然它佔的就是相對稍微變高了 那在變高的狀況下 只有安靜是它的優勢 那我覺得你可能考慮一下 因為它的力道並不是那麼的足夠 對 因為我剛感受下來 其實我有點嚇得到的是 我之前的觀念一直就覺得 Drew以前都用Hypervole兩隻幫我打 所以我會覺得那個放鬆程度其實很夠 但今天打完才發現 其實它的力道相較於其他廠牌來說 是比較弱一點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候要兩隻了嗎 原來是因為這樣 OK 最後一個就是價格比較高的 Theragon G3 Pro OK 那如果你是運動成癮 甚至你是運動教練 要幫你的客戶做放鬆 我想你剛才沒有疑問了 直接攻頂 OK 兩顆電池 增加你的續航力 不同的位置的頭 如果今天客戶的機會量比較大的時候 你需要多一點的力道 可以直接下去 那它會是最適合你的選擇 當然聲音稍微大一點點 不過我想你不是晚上半夜要用的話 影響不會那麼大 因為比起過去它舊的機器呢 它的噪音已經減少至少要一半以上 所以是為什麼我現在選擇 它的運動 Yuan Pro當年的運動工具 我覺得它其實比較適合就是那種 真的是有可能你是物理治療師 或是隨隊的體能訓練師 你可能隨時要幫助你的 團隊裡的成員來做放鬆 那如果是針對運動員來說 其實在肌肉非常緊繃的情況下 力道的大小是真的會影響它的放鬆程度 所以會覺得它比較推薦給那種 重度成員者在運動上的這樣的選擇 而且它也是四肢腔裡面唯一 就是標配一個隨身攜帶盒的款式 其他的話都還要另外找容器來做 那有一個束口袋 好 那今天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我們對於這四個震動按摩槍的盲測的部分 所以我總結下來會覺得 四個槍的定位都非常不一樣 那你可以針對你自己的需求來做選擇 那看怎麼樣對你的CP值是最高的 那你就選擇那把槍來做使用 那跟大家小小的預告一下 接下來會有一支影片呢 會教你怎麼使用震動按摩槍來對自己做放鬆 所以會教你簡單幾個常用的部位 那你就可以使用震動按摩槍 在家做自己的隨身放鬆的一個工具 OK 我是Jerry Jerry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啦 記得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記得分享 然後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好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